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弟小朋友们请坐 我是林一 老观众听这个开场白 肯定已经听得很习惯了 我看了一下 我是21年4月开始用这句话开场的 到现在快三年了 时间过得是真快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我接下来的计划 这个频道打算怎么发展 我个人还有香港的团队 打算怎么发展 然后也趁新年这个机会 把频道发展的历史 和新观众也介绍介绍 还有一些以前没讲过的事 大家互相了解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开场白 我记得最开始这个开场白 还只是帅气的小老弟请坐 就这一句 后来因为考虑到 我的订阅观众里 还有2%的女生 所以就改成了 好看的小老弟请坐 然后字母里加过号 补一个女字旁的D 但这么搞了两期 就有一个女观众 给我写了一封邮件 说是D这个字 看着不舒服 会联想到一些思想落后的 家庭招D叛D这种 带了重男轻女色彩的名字 我一听就觉得很抱歉 马上就给改了 所以最后就有了 现在这个小老弟小老妹请坐 但现在这个稳定下来的版本 其实也有点奇异 我经常在评论里头看到 我观众说 林哥你什么意思 只有好看的才能坐下 其实我想表达的 就是看我视频 比我小的小老弟和小老妹 都好看都请坐 是这个意思 然后前半句 那个大朋友请坐 就是跟和我同龄的观众 还有比我大的观众大招呼 这样就都问候到了 这次就先把这个给解释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事 其实从来都没讲过 就是这个频道当年 其实差点没诞生 那就死了 我在YouTube上的第一个视频 是20年4月传的 但我做频道这事 开始的更早 我是18年2月 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宿舍 录的第一个视频 当时是传B站 但那个视频的原始版本 其实根本就没发出来过 当时我是玩了很多B站上 不让玩的梗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梗不让玩 我本科是在上海交大念的 那交大是摩文化的耶路撒冷 平时张嘴闭嘴 都是狗立国家生死义 所以我第一次做视频 也是加了很多学长的梗 我还觉得自己挺幽默挺乐的 结果就把这个视频给乐死了 B站是直接把这个视频给锁死了 就是你修改都不行 B站直接在后台 把你的视频给永久删除 他都不敢存服务器上 然后按正常的情节发展 我做视频这个事 就应该没开始就结束了 但巧的就是 那段时期 B站推出了吉利企划 然后我刚好看到了一个up主的视频 他就是实际展示了一下 自己真的赚到钱了 大概一千播放 是三块钱 我一看有钱挣 就觉得这视频不发 就有点亏了 毕竟做都做了 所以我就整个大删了一遍 然后新版本就发出去了 播放量也挺高 这样 这个频道 才终于是没移上来就爆死 而且我还受到鼓舞 又做了几个视频 早期那个阶段 做视频的驱动力 就是交朋友 读研太寂寞了 我2月11号投的第一个视频 2月底就建了个Q录群 当时我记得第一天 这群里头就只进来了一个小老弟 他现在已经是这个群的管理员了 尼承叫尊 但我印象里 他刚加进来的时候 尼承好像是我是你爸之类的 好像是你爸爸的世界什么的 就你看我这些观众 对吧 起个网名都是非同凡响 反正那时候 群里头就一个我 还有一个我是你爸 我就跟这个我是你爸先聊 然后后来我记得 谭老师光头 容嬷嬷 这位还有瓶子 这些就都是那个时候的网友 大家都不认识 但是因为此就聊得特别嗨 因为没啥包袱 我读大学那段时间有点自闭 所以能这样和一大帮人交流 那我真太开心了 但很快 我又发现群里头 总是进来人的时候才热闹 老寻友对新人问东问西的 可是久了之后就会逐渐冷下去 毕竟日常也没有那么多 能让所有人都能兴奋起来的新话题 所以实际上是因为这个 我就开始持续的更新视频了 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多交朋友 特别是女性朋友 这个得承认 结果一个意外收获 就是把频道给做起来了 那时候还有一个动力来源 就是观众会给我的视频 很多高质量的反馈 比如我还记得有个叫红茶与济石面的老哥 他有的评论写的我都挺感动的 就觉得你看我做个视频 对吧 真的会有人觉得有共鸣 真的会看进去 会花时间 写一条很长的感想 我就觉得我这视频做的就挺有意义 这个阶段 频道就是纯给我自我表达用的 话题非常散 我不会把我的视频当成一个系列节目来看 都是想到啥就去做啥 所以每个视频也都做的非常快 不过那个时候 我有一件事会做的比较刻意 就是我会故意加重我的东北口音 我早期的视频 都有一种东北小镇青年的感觉 但其实我平常实际的讲话状态 就是现在这样 那时候那个心态也很有意思 我从小骨子里头 就是一个很叛逆的性格 那种长辈领导社会精英的那种说教 我嘴上可能不说 但我心里从来都是特别不服 而且这些人讲话的态度越居高临下 我就越不服 然后当年做科技视频的人 都会给自己包装的很精英 很成功 产品也拍的很精致 我就觉得特不服 就非要反着来 就一定要把这套东西给拉下来 摁进东北的黑土地里 现在回想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极端了 但恰恰互联网很多时候 是欢迎这类极其鲜明的风格的 所以这个阶段频道 就快速的吸收心受众 一直到我去上班 上班对频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上班的时候 一年就只做一个视频 但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我可以有机会 和我的观众们一起成长 这个是很多全职创作者做不到的 我的观众们 升学了 毕业了 工作了 我也同样去上班 接触社会了 随着阅历的增加 对很多事 我的看法也就都变了 提炼一个最精炼的描述 我觉得这个过程 就是去极端化 人成熟的过程 就是越来越平和的一个过程 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多了 你就会理解各方面 其实都有点道理 什么事情都不是完全绝对的 经历了这个转变之后 下一个节点 就是20年4月 我辞职出来接活蛋干 像样的视频 也就恢复了更新 但算不上是多规律 差不多一个月一个 因为搞独立开发的压力 也不小 这个阶段 我的视频就比较有章法了 很明显的往技术探讨的方向去集中 我那时候一个大致的想法 就是要把频道 作为我的一个并行项目 把它做成未来 我们面向中文技术群体的一个发生渠道 就自媒体时代 被聊的比较多的 都是打广告 直播带货赚钱这些 但我想的更多的 还是媒体技能 会逐渐变成一个和十字 用电脑一样的基本技能 就像前阵子 东方甄选的CEO 和他家头牌主播 董雨薇闹不愉快那个事 那个CEO 我觉得他就不具备媒体技能 他不懂怎么和网络社区打交道 所以问题就特别大 这也是为什么 马斯克收购推特那个操作 我就特别能理解 他亏钱都是次要的 他就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发生平台 要是我赚钱速度够快的话 我也希望2035年能把B站买下来 然后狠狠的改革 所以说回来 我当时就想着 既然我已经有这么个频道了 那千万不要放弃掉 把它往技术交流平台的方向去打造 然后也是在这段时期 20年底的时候 我就结识了电玩科技这个频道的AK 有老观众知道 我曾经和电玩科技这个频道 一度要合作 但最后又没合作 我看有挺多观众 对这事还挺好奇的 今天就给大家交代一下 其实这事背后 倒也没什么特别大的瓜 当年实际上不是合作 我是差一点就入职那个频道了 但是21年初我做决定之前 他们搬到了深圳的最东北边 我那时候算是住在深圳的最西边 我没车 坐地铁来回要四五个小时 所以通勤就不太方便 当时我自己手上的项目也非常杂 就很难一直全处理干净 搬到电玩科技那个大别墅去工作 所以我就给AK打了个电话 问他可不可以让我远程办公 但他当时就非常坚决的要求 必须和他住在一块 结果这通电话就成了 我和他打的最后一通电话了 就是这么一段往事 确定继续自己干之后 频道的下一个重要节点 就是李小白的加入了 新观众在最近的几个视频里头 应该也见过他 这个事也挺传奇的 之前穿插在各个视频里面 我也算是把这事讲得七七八八了 小白是我中学同学 我知道他干过市场营销之后 就把他拉过来做频道的商务经理 但是在后来共事的几年里 我就逐渐把他按照频道的接班人来培养了 我对做视频是很有热情的 到今天也很有热情 但就像前面说的 我一直是把做频道这个事 作为一个并行项目 我是一个功课生 我的梦想是给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贡献力量 这里面做媒体是关键一环 因为今天是一个全民媒体的时代 但我的主力方向一定还是要回归到做技术 做产品上 实际上大家能看出来 我的视频也都是在引导我自己去了解产业 学习技术 但这两件事早晚会出现矛盾 频道是会持续增长的 现在我们最大的B站这边 关注已经80万人了 YouTube也有15万 全网加起来订阅观众超过了150万 这是好事 我不会给人得了便宜卖乖 但频道增长相应的 也会倒逼我倾斜更多的经历到内容制作上 比如同样是训练AI玩贪吃蛇 频道小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对着手机讲我的技术思路 然后再拍点运行画面 这视频一两个小时就搞出来了 但频道大起来了之后 我就要开始换得换失了 你说我刚讲技术会不会很多小观众觉得无聊就取关了 所以我就得好好润色文案 剪辑也得酷炫一点 再配点音乐 那时间精力成本就肯定上来了 而且频道越大这种消耗就只会越严重 所以我如果还有做技术的梦想 我就必须得给频道无色一个接班人 不然我就只能二选一 然后就轮到运气发挥重大作用了 小白刚来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我第一抽就是一个SSR 他在本职工作的业务能力上是很出色的 但他真正打动我的一个品质 就是他对内容创作非常有热情 当年一个很巧的事 就是小白来深圳的那周我做的视频刚好就火了 我当时做了一个讲我的安卓老手机的视频 他来的基本上我也没交代什么工作 就和我一起拍画面了 但其实他不太懂 但他喜欢干 干着干着也就懂了 客观上来讲我其实算老板 但他反而会用他的热情来卷我 我想去睡觉的话 他会把我摁住不让我走 我俩就连着两天都搞到10点11点 然后那视频就火了 这样有位老观众还起了个泥绳叫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就是那个视频里的一个狗 那个视频之后小白就非常高兴 还把视频往朋友圈里头转 天天跟我乐 我心里其实也很高兴 但是我是大哥有偶像包袱 所以我就乐的就不能太明显 就我心里可能已经乐开花了 但我对外呈现还得是一副死骂裂 但就这样小白就也还是很高兴 非常有热情 然后接着我们又搞出来了100万 200万300万播放的视频 小白我感觉都快要乐死了 不过我觉得真正难能可贵的 是后来遇到瓶颈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视频就是活不起来 小白还是继续帮我详选题 给我鼓励 即使是那些做到一半 我俩都觉得够呛能火的视频 他也不会泄气 帮我跑前忙后的什么都做点 名义上他是商务经理 但其实从策划到文案到摄影剪辑 各种活他几乎都参与了 而且是全程和我零距离学习 我们俩的配合也是非常默契的 我和李小白怎么讲 那真叫零肉合一 包括现在他做的视频 我经常看到观众评论说 是不是林哥写的稿上的 其实真不是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两年半的时间 除了睡觉 天天就我们俩大眼瞪小眼 有时候甚至睡觉都在一起 然后我又是一个输出型人格 那你说小白的风格能不受我影响吗 那肯定受我影响了 实际上我是希望小白 能摸索出他自己的风格的 比如他擅长和人交往这一点 他就能拍出来我拍不出来的一些即兴的探展视频 第一时间带大家看点最新的好玩的东西 这方面我是希望他能多发扬发扬 但即使是现在这样 经过这两年半手把手的培养 再加上小白本身五星角色的基础能力 作为频道的接班人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不过这不是说频道这边以后 大家就见不着我了 这是不会的 接下来我还会再陪着他走一段时间 我也会持续的关注大家的反馈 而且即使小白这边彻底长了 我也依然会持续的在频道里跟大家见面 只是形势可能会变一变 这个就要先讲讲我自己这边接下来的计划了 我是打算全身心投入到AI开发里面去了 今年年初我在香港成立了一家公司 打算基于香港在AI方面相对更灵活的政策 做一些这方面的项目 目前我在香港这边会有一个内部开发的项目 还会有一个对外的活动 这两个方向目前都处在启动阶段 所以能介绍的还不是很多 但我一旦有明确进展了 一定会和大家分享 要是后面我啥也没说 那就是完蛋了没做成 但是我还是会找新的方向 其实我这个计划启动的是很早的 这两年除了培养小白以外 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像前面说的 把视频内容和我自己要了解的技术 要调研的产业相结合 这样在做视频的同时 我也扩充了我的技能数 加强了我对产业的认知 这两年特别是最近这一年 老观众应该能感觉到 我已经把频道增长 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了 视频可能没之前那么花里胡哨了 我都是真的需要了解一个产业 真的需要学一个技术 才会去做某个视频 去年底我就非常笃定 这一轮AI热潮不是玩虚的了 我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又是正儿八经的机器学习 专业非常对抗 所以这一年做的视频 都是为了引导我自己 往技术方面转型 包括最新这轮照片也是一样 首先讲一下 这轮照片已经结束了 大家投的简历 我都仔细看了 非常非常感谢 这次还收到了很多实习的简历 这儿也一起说一下 实习的岗位 我们24年 会根据项目的进展 来决定什么时候开放 包括正式的技术岗 这个到时候 我会跟大家说的 然后还是说回这次的招聘 这次香港招的是剪辑时 但我考察的 就不单只是剪辑的能力 像现在新成员加入之后 我们团队就具备了设计能力 和3D开发能力 这就也是一样的思路 抓住内容创作赛道 同时又为项目开发做准备 目前频道从法律意义上讲 已经全权交给小白去打理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大家都见不到我了 相反的 大家在24年 见到我做的视频可能会更多 为什么呢 前面我讲了做频道和做项目的核心矛盾 在频道增长的压力上 而不是在视频本身上 现在这个压力呢 我转给小白了 那做视频这件事对我来说呢 就没什么难得了 像我录这么一个视频呢 其实很轻松 我稍微整理一下思路啊 就能讲十几二十几分钟 然后再制作出来 总共一两个小时也就搞定了 未来呢 我在创业过程中 也会持续不断的建设新的东西 有新的想法 这些呢 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算是不创业的朋友 应该看着呢 也会觉得挺有意思 毕竟在香港开公司 也是个挺新奇的事 做的呢 又是AI这个很好玩的方向 所以内容不会少的 只是形式上 可能不会是那种很规范化的节目 有可能呢 我拿着手机就录了 讲的呢 也不一定特别有条例 当然呢 我们频道也还是会有仔细推敲 制作精良的内容 但这些呢 就更多的要靠小白了 如果他整的活不到位 你们就在评论区留言 我也都是看得到的 到时候呢 我就去深圳 把它摁在地上 狠狠的零肉合一 把内容提升到 大家满意的水平 当然24年呢 其实变数也非常多 现在这个大环境去创业 也很难顺风顺水 但我怎么说呢 还是去试试看吧 大不了没搞成呢 我就回来给小白打工了 年底呢 我刚过完30岁生日 24年对我来说呢 不仅是新的一年 也是人生的一个全新阶段 我从二开头 变成三开头 二开头这个阶段呢 主要是成长试错 三开头 那就该选定一个方向 油门汗死 狠狠加速了 成就成了 不成了呢 那也是一段宝贵的经历 我希望呢 大家也是一样 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行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了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总是会有人在歌唱 晚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晚安静地坐在马路旁